所以佛法中讲的觉悟者 最起码像阿罗汉 他对世界可以不了解 但他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状态 这是我们最需要了解的 出游开车车 你没必要了解隔壁的车辆有没有故障 但你一定得清楚 你的车里有多少油 你的车是什么性能 你的车会不会出状况 这是你必须要了解的 这对吧 你开车开车你不管 哇 他的车出故障了 哇 那个车可能也会出故障 开车开车突然自己车熄火了 怎么回事 怎么开不动了呢 你从不在意自己现在的状态 突然出状况也正常 所以佛法中所讲的觉悟 就是首先认清自己的状态 这个状态有点深 说深是因为我们从未关注 他一直藏着 另外一个意思 别人无法发现 我们什么状态 别人真无法发现 你说那佛菩萨呢 佛菩萨懒得发现 那佛菩萨知不知道 我现在状态 我现在在想什么 观音菩萨知不知道呢 懒得知道 为什么懒得知道呢 你家砸满草 你以为别人感兴趣啊 我们什么状态 觉悟的人是没兴趣了解的 所以有人担惊啊 听说菩萨很厉害 有他心通 有天眼通 能看到众生的心想 能知道众生在干什么 哎呀那不好意思了 那我这些想法 他要知道了怎么办啊 想得美 你还以为菩萨天天在意 你这些想法呀 这些无聊的想法 除了四个几 就根本没人愿意 对他感兴趣 所以我们需要清醒清醒 该是理一理自己状态的时候了 这叫行深不忍 波罗密多超越 就是调整成功了 什么叫超越 无非就是状态转变了 状态怎么转变呢 就是这一念心转变 心态调整了 心态怎么调整呢 得先认识到 我现在状态不怎么好 有个朋友老在意 在意什么呢 在意哎呀 我年轻慢慢长大了 对镜子一照 哎呀这脸上 好像要起皱纹了 一拉皮松了 于是 第二天就开始担心 哎呀脸上不要长皱纹 不要长皱纹 过几天脸上长皱纹了 叫你不要长 还是要长 右边又长了 什么缘故呢 因为你老是提醒他 你还没长 你还没长 不是我说不要长 你说不要长的意思 不就是说还没长吗 是这个意思 还没长 所以他就长了 越担心的事情 越会发生 所以担心 其实就是一种诅咒 这是一种负面的心理习惯 那怎么办 不能不担心啊 不是不能 而是没有认识到 担心的危害 也没有认识到担心 对于事情的解决 没有产生任何正面的帮助 说那要怎样呢 则需要转这个观念 不再担心了 换成祝福发愿 祝福什么啊 祝福所有人都不要长皱纹 发愿 愿每一个人皮肤都那么好 不行啊 我呢 没我了 那不行的 我得发愿我皮肤更好 你皮肤更好 别人看不到对吧 看得到的脸吗 那就是了 那就发愿脸皮肤更好就行了 越在意 越被他绑架 我们需要营造一个能量场 你看那个会赚钱的人啊 他大概明白一个道理 才能赚到钱 什么道理呀 来让钱去交朋友 这个道理不难懂 怎么会 钱还会交朋友 对的 钱会交朋友 就是用钱跟那些有钱人 和可能会有钱的人 去交朋友 再说具体一点 想要自己更富有 去跟更富有的人交朋友 想要自己更有学问 去跟更有学问的人交朋友 想要自己更有气质 去跟更有气质的人交朋友 那么当然了 想要自己更烦 去跟更烦的人交朋友 想要自己酒量更大 去跟那些很会喝酒的人交朋友 想要自己很会输钱 就跟那些打麻将的人交朋友 道理都一样的 就是你要营造这样一个氛围 你在圈子里面 哪怕你是在圈子里面最差劲的 全外人看你都是最好的 不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你想自己皮肤好一些 你得让自己交往的范围里面 所有人都更好 愿所有人都更好 他们就是美好 但自己这样一股 从内向外释放的能量 你自然就好了 道理就这么简单 说不习惯不愿意 不愿意就是心没打开 心没打开就不自在 还是被自己 那个狭隘的期待所绑架 纵然自己皮肤稍微好一点 还会担心 他哪天又不好 所以就会心不自在 菩萨 菩萨怎样用心啊 菩萨在生活中 他是这样提醒自己的 早晨一醒来就这么想 愿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都过得觉悟 都过得明白 都过得乐观 都活得健康 那是不是因此所有人都这样呢 不会的 但是菩萨自己 因此乐观健康 出门遇到人 愿每个人都是好人 那遇到坏人呢 愿每个坏人都变好 看到长得帅的人 愿每个人都像他长得那么帅 诸解 包括我在内 可以省略了 看到长得丑的人 愿每个丑的人都变得好看一点 如果我也很丑 也包括我在内 菩萨是这样用心的 所以他的生活 其实就是营造幸福氛围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大家看菩萨都那么年轻 论年龄 咱们谁都比不上观智在菩萨 论长相 我们再怎么化妆 就是把我们重生 整个身体从上到下 全部都给整容了 也没办法维持太久 听说这几年很多人去整容 在座的朋友中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据说整容有不少副作用 因为都是外加工的 并非原装 所以有消息过了 听说前几天很多人去抗议 怎么了 鼻子掉了 鼻子不是原装的 用久了 他就开始松动了 有这样情况 但是爱美的想法 大家都有 可是苦 可是苦于找不到 根本的美容途径 其实很简单了 用心去美容 是最环保 最有效 最持久 最省事的做法 所以今天 大家上一堂美容课 明年这个时候再来看 必须比今年漂亮 否则美容失败 那我明年不好意思来 没事 你只要明年没有走样 就算维持今年的好样子了 没有变得更丑 就算美容成功 一个人心态好 纵然长相不是十分标准 但一定很别致 各位长相没标准的 他长得这张脸好看 放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就不好看 为什么他不会用 因此我们自己要用心美化生活 什么叫菠萝蜜多啊 菩萨用六度菠萝蜜美化自己的生活 所以真正学佛觉悟 就是过最美好的生活 那个美是看得到的 但是内在的气质 看不到 可是能感受到 内在的就是声波热 内在有水 他一定就会流露出来 内在有气质 挡都挡不住 心态健康 心地乐观 心胸博大 表现出来 挡都挡不住 现在说要低调 达到这个境界才适合低调 没有刻意张扬 但是 通过几年的变化 别人就看到 羡慕了 你去哪里美容呢 你这几年不一样呢 能明显看到 人的精神面貌不一样 再仔细观察 几年下来 相貌变 相貌会变 这个是大家应该知道的 相貌会变 只是往哪一方面变 做不了主而已 我们无奈 有可能只能随他老去 你说还能不老吗 老是一定都要老 但是分着两种老法 一种老法是 越老 越可恶 越老 越无奈 越老 不说越丑吧 越老 越不耐看 另外一种老法是 越老越有气势 越老越有魅力 越老 越可爱 各位 现在可以选哪种老法 那就是我们的心决定 这是我们能做得了主的 这就是转变 超越 这就是所谓 改造命运 对我们来说 这很实用 真是这样的 所以在生活中 我们的心 一定要善用 要积极的引导 开始的时候 需要强制 不强制的话 习惯性负面的想法 又把我们拉回去了 就会习惯性 看到周围环境 会不顺眼 会变怒 会烦恼 会郁闷 习惯性的 所以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强制让自己 强制让自己往正面去想 这个习惯 一定要养成 不为别的 为自己 更有气质 为自己活得 更有内涵 生活 生活更有品质 这就是波人妙用 现学 现用 也可以卖的 下次有朋友说 放假去韩国美容 你说不用了 我教你 钱给我一半就行了 保证每一副作用 不过你得听我的 真听我的 保证你三年之后 大美人一鹤 而且决定耐看 有效期一万年 超越时空 这不是夸张的 我们身边就有一些 学佛朋友 通过对佛法的学习 真学 这个真学 就是改变心态 几年下来 身边人都会明显发现 他脸展开了 脸还会展开啊 脸分两种 类别 看相的会看 咱们不专业看相 不过这张脸嘛 走出来都挡不住 见多了也都有点感觉 分两种 哪两种啊 一种是向内关门型 一种是向外开放型 大分两种 这两种怎么产生的呢 注意 心开的人 豁达的人 脸让人看上去 像晴空万里 偶尔有点云彩 也算点缀 怎么看 怎么舒服 心喜欢计较的人 像阴云密布 云层越来越厚 越压越低 他有没有烦恼 不知道 但是让人看到 有一点郁闷 是这样的 偶尔这样 问题不大 天天这样 常年累月这样 不用太长时间 三五年下来 就习惯了 这个习惯 叫表情惯性 各位 这名词是我创造的 就是表情 它有一种习惯性 一旦它养成习惯 好了 这个人的相貌 就暂时定格在这里 你仔细看 就这样 不要看别人 回去照镜子 看自己怎样 是这样 所以那个 看相的 有时候看到有些 相貌不怎么开的 能猜得出来 的人心胸可能比较狭隘 所以话不能当面跟他说透 但是会暗示他 教他什么呢 没事 你把脸往两边拉一拉 会有这样的暗示 还有一个怎么回事 那就叫美容吧 没错 这真的是美容 脸会慢慢长宽 那我干脆直接去做手术 拉宽就行了 那不行 那是伪装 不真实 而且一旦拉的 分寸把握不住 太宽了 那就不成比例了 向好一定是跟整个身体协调的 那五官 什么叫好啊 标准叫好 什么叫标准啊 不用拿尺子 眼睛长在那里 就那么对称 眉毛不上不下 恰到好处 鼻子往中间一站 英姿杀刷 高一点不行 低一点 没气势 但是别人要把他鼻子拿去 不对成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向好 老妈给我们这个就是最好的 但是被我们糟蹋了 有人说糟蹋了 不会吧 会的 你看孩子生下来 所有人看到都说可爱 对吧 现在还有人说你可爱吗 现在每个人都这么说吗 说明有很大一部分的向好 真被我们糟蹋了 不善用 老是动些极端的念头 老是想些不应该的想法 你说这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这些想法升起 你的表情跟着就动了 不是开玩笑的 你不先拿镜子照一下 心生一己 要整死他 马上一看 眉头紧皱 怒目原睁 见眉倒数 虽没这么夸张 但一定是流露恶意 你这样还指望相貌会更好 哪里有可能啊 是别人不知道的 我心里想想的 不知道的人或许会有 但自己的脸 第一时间肯定知道 第一时间肯定知道 他马上有反应 别人尚未受害 脸先变形 各位隐形杀手啊 还不知道啊 这实际上是命里的基本常识 美容应当美心 所以佛法为我们提供的美容方案 简单有效 持之有恒 有效期超过八十岁 还管用 八十岁了还可以很美 那时候不能叫美了 那叫什么呢 叫耐看 就是年岁大了 再叫美 年轻人怎么活呀 得换个说法 年岁很大了 但老人家很慈祥 很有气质 很耐看 这就是向好 随着人的年龄增长 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但内在的感受 一定是温馨祥和 清凉自在的 你说心经还有这个作用啊 是不过是略举一例而已 要不然怎么叫心经啊 什么意思啊 万法的核心 一切法从始而生 美容向好 也不过是时尚 大家关注 顺便说说而已 连这个作用都没有 还学它干嘛呢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时 有这样的作用 这一句也背下来 两句了 什么时候啊 行深般若之时 就能够 到别岸 这是什么时候 随时 只要用起来 马上就有这样 立竿见影的功效 你看 现在心放宽自在 你的脸马上就开了 外面 外面虽然 阴云密布 里面 晴空万里啊 并不影响 自己阳光的心情 这就是 波人妙用 照见五蕴皆空 照 说明 是光明的 我们现在照嘛 这灯照过来 有光 太阳光照进来 有亮 外在的光 我们容易感受 但有一种光 我们忽略了 那就是我们的心性之光 这心性还有光啊 没光 你怎么能看见外面东西呢 怎么能听到外面声音呢 那都是心性之光 在起作用 现在我们知道 宇宙间的一切现象 它的存在 不过是 光波不同而已 都是波动的现象 最强的 就以我们肉眼能看到的 我们称之为光 其实 我们听到的声音 它也是光 也是波动 不过比较微弱而已 你看 夏天 雷电交加的时候 雷声和电光 是同时出来 最强的波先到 叫光 最弱的波呢 陆续传过来 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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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声音 其实 是一桩事情 强弱不同而已 以强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称之为光 以弱的形式表现出来 是方方面面的 现在我们需要 现在我们需要 收回 这一输光 向内去观照 观照什么呢 观照我们当下的状态 然后 然后再 然后再通过心性 向外 照进一切物质现象 照进五蕴 接空 照进就是般若妙用 观察宇宙人生真相 五蕴 武装事情 一二三四五 蕴呢 这个蕴就是 集聚在一起 集合在一起 像云汇集在一起 阴云密布 什么意思啊 它障碍了阳光 用欲就说明 我们现在自性被障碍 被什么障碍呢 被这武装事情障碍 武装什么事情呢 听仔细了 色受想行识 武装事情 很顺口啊 色受想行识 后面会说到 这武装事情 障碍本有心情了 这个障碍是 相似的障碍 不是真的障碍啊 就像阴云在天空 我们说障碍阳光了 障碍太阳了 能障碍吗 不能 障碍我们而已 太阳好好的呢 丝毫不受它影响 仅仅是我们从感觉上 被障碍了 是这么回事 如果真的被障碍 还能恢复啊 所以这个障碍 是相似的障碍 但是它能对我们 造成一些感觉 好 色 先说 物质现象 受想行识 心理现象 合起来 就是身心 包括外在一切万法 一切现象 接空 原来障碍新性的这种种现象 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 接空 就这个空子 困扰了很多人 不是一般人 很厉害的人 空 一般人看到空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什么都没有 那直接叫无就行了 干嘛不叫无 叫空呢 我们翻词典 可能就解释 空就是没有了 那不能这么单纯去理解 空 不能说没有 那就是有了 也不能说就是有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换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请问大家 零是有还是没有 就是这个零啊 就这个零 不要多想 零一二三十 就这个零 数目之当中的零 是有还是没有 这么难吗 怕说错了 怎么说都会错的 不用说怕说错 零应该是没有 很谨慎的说 应该是没有 可能也是有 一个一个说 应该是没有 那好 等一下给银行打电话 把你存款后边的零 都拿掉 反正是没有 拿掉吧 真的不行的 那看来零不能拿掉 零很重要 那好 等一会儿 发给大家零个亿 美金 欧元 给大家零亿 黄金 好不好 开我们玩笑 那到底是有 还是没有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全面去看待 零的概念 它不能代替空 但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零非有非无 不能说他有 不能说他有 因为说他有 是片面的 不能说他五 说他五 也是片面的 都不能够代表零 那到底是有 还是无呢 说过了 这当中的任何一个概念 都不能代表他 但是可以用来辅助说明 好 我们 不绕圈子了 说简单一点 零嘛 就是该有的时候 它就得有 该没有的时候 它就得没有 那就是欲元 其种种 妙用了 你看 零都有这样的妙用哦 在树木石当中 什么最厉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人说一最厉害 老大吗 有人说九最厉害 最大吗 其实把零跟他们一成 全部没有 谁最厉害 零 不显山不露水 默默无闻 关键时候一出手 秒杀一切 原来他才是幕后最厉害 没错 这就是一般人忽略的真相 空 所说明的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是有那么简单 不是无 无 那么消极 如何进一步 理解呢 先不着急 后面还有详细说明 咱们先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了解 五运 五运 皆空 非有 非无 若论其有 则根本得不到 什么意思啊 外面的种种现象 我们没有可能永远占有 若说其无 明明出现在眼前 打死我都不相信 它是没有的 这就让很多人困扰了 不着急的 不用相信 不用相信 它是没有的 可以这样去看待 它是有 但仅仅是看起来 有 看起来有不就是真有吗 那不对的 看起来有不能叫真有 为什么呢 各位晚上做过梦吧 梦里面你看起来那都有吧 请你把梦里面的人和东西都搬出来吧 有这个本事试试看吧 你不是说看到都叫有吗 那梦啊 梦你没看到吗 你没看到你梦怎么做的 你是靠感觉做的吧 明明看到是有 你为何不能把它抓到手中呢 那毕竟是个梦吗 好了 该醒啊 已经过去的所有经历 对今天的我们来讲 难道不是一场梦吗 我们还能得到 昨天以前的任何一样东西吗 有我拿来的 这个是今天的 已经不是昨天的了 眼前这个人也不是昨天的了 他还是昨天的某某人啊 你问他今天想法跟昨天一样吗 你到医院在室里体检一番 你看他细胞还一样吗 眼前或许不容易发现 若干年之后 他真不是他了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他不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是一直在这样变 这些都是有的存在 这叫幻有 叫妙有 什么意思啊 这个有不叫他真有 叫他幻有 如虚幻般的存在 叫他妙有 真猜不透 他什么时候会变 你不用猜 他一直在变 他能不能不变呢 他不能有就是要变了 他不变的就叫无了 所以这个有叫妙有 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呢 好知道就好 对待妙有的现象 当以自在的态度对待 就是变化中 就是变化中不要执着 可用 可欣赏 可把玩 唯独 不要执着 什么叫执着呢 放在心里 抓住不放 这叫执着 执着 执着心升起 会有痛苦 什么痛苦呢 因为执着 就希望占有 占有希望长久 可是这东西注定不长久 因此 一旦变化出现 就难受了 我心脏受不了了 他怎么态度变了 你醒醒吧 他不是现在才变 他开始就变了 又受不了了 他怎么要离开我 他不是要离开你 他从来就没有 完全跟你是一体过 不过是暂时在一起 我跟他说好了 一辈子不分离的 一辈子也很快 就是真的不分离 这辈子剩下几天了 剩下几天了 一天两天 三天 剩三天了 什么叫三天呢 昨天 今天和明天 三天 可不就三天了 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 没了 最终都要分离 但因为执着不舍 因为企图让他长久 于是就痛苦 众生的痛苦 就因此而生的 那并不是任何人抢家给众生的 菩萨何以在里面自在啊 菩萨一开始就知道 妙有之下 不可能长久 因此他受用 因此他受用 他欣赏 他把玩 但是他丝毫不执着 所以菩萨在其中 能度一切苦 这个话 就是我们常说的消灾免难 度一切苦 这心经的妙用 从根本上讲 能解决一切痛苦 刚才是举一个例子 度是超越 转变 不再受苦恶的困扰 叫度 一切苦恶 一切啊就是 你不要举例说 哪一种类型的苦恶了 全包括了 不论是我们认为 外在天然的 还是内在人为的 全包括了 都能度吗 都能的 没有例外 再说说 什么叫苦 什么叫恶 苦是内在的感受 恶是外在的遭遇 不好 能度内在的感受 也能化解外在的恶难 不夸张的 心经有这样的妙用 所以建议大家 这一句一定要背下来 这一段学完 就一定要背下来 不出讲堂 都要背下来了 苦 这不是有客观的苦吗 客观的是外在的恶难 就外在遭遇 我遭遇不好了 我受灾难了 那叫恶 但是苦各位 他的确是感受 并非所有外在的灾难 都会造成苦的感受 那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看到有幸灾乐祸的人吗 那是没有他身临其境 也未必 有些就在灾难中 心里沾沾自喜 还好我买了保险 要不然这些钱 哪里能赚到啊 他可能也受了伤 但是想想 哇 接下来要赔我一千万 值了 想想都开心的 旁边那个人没有 苦得不得了 为什么 他损失了 所以苦 其实是感受 要分开来说 我们现在先度苦 各位 苦都带来了吧 忘带了 忘带最好 不要了 如果已经带来了 就不要带走了 就放在这里 放这里 那放这里 这里不是很苦吧 你放心 这里 会把苦转手 加工一下 卖掉 自己把苦留下就行了 苦的感受 我们只有想起来的时候 才起作用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所以人一旦有了苦的感受 要想方设法 去排泄 去发泄 去转移注意力 为什么 就是要调动另外一种感觉 来代替苦的感受 因此 要想离开苦的感受 也简单了 我们只要想不起它 就行了 可是我们习惯性的经验 越想一个准 又苦了 举个例子 我看到某人 我会苦 为什么呢 他很讨厌 一看到他 我的苦就来了 但是 有一天暂时失忆 你看到他就不会苦 或者喝酒喝多了 你看错人了 看到他也不会苦 是不是 好像有这么回事 道理上也讲得通 那就说明 苦 不是他见到的时候 发个微信发给你的 是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你看到他 想起来的 苦是自己的 调动起来的 为什么会调动呢 一定是事先先暗示自己 我见到他要不高兴 所以一见到他 马上想起 就不高兴了 如果想不起来呢 想不起来就没苦了 但有些好心人会提醒你 你不是跟他有意见的吗 一下又苦了 那些好心朋友 真叫知心 唯恐你不死 要让你苦死 其实我们想一想一想 就这么简单 苦就是这么种感受 所以一般讲 苦是苦水 都是从里面往外挤的 因此 佛法讲 菩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各位 这救苦和救难 是两码事 但分开来说 平常 没有详细讨论 一般人 那苦跟难有什么差别 有差别的 众有磨难 不以为苦的 有人 没有磨难 蹲在家里 天天喊苦的 也大有人在 因此要分开来说 现在我们得先消苦 所以苦带来的 就别带走了 这堂课上完 把苦都留下 家里没带来的 就不要了 谁捡去归谁 这么想 从今而后 不再想苦了 这不想他就不苦了 不想他真就不苦了 真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一想又想起来了 我有病啊 师父你不知道 我有病 真的很苦 马上又来了 你有病不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说苦 那只有你自己知道 是不是 师父你不知道 我股票跌了 很苦的 股票跌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你这种感受 只有你知道 是不是 没错了 针对这样现实的遭遇 该怎么样去化解呢 很简单 有病是现状 这算是外面的客观遭遇 该调理 该治病治病 但是自己的心 最好不要被病绑架 也不要被人暗示 所以你有病了 你很苦的 知道吗 你想 哎呀 我很苦 你被这种感觉绑架 被病绑架 是正常的吗 大家有病都会这样 不正常 医生都会懂得 有病的人要想开一点 心态健康病好得快 你看都会这么说 结果那医生生病了 也觉得自己很苦 不会用 理论上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心态要健康 有助于身体康复 但是想不开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医院是有必要 专门成立这么一个科室的 什么科室 开心科室 进来的病人 先给他开开心 然后病可能啊 就有所缓解 有病 针对病情 可以用药去调理 但是心 不能被病情绑架 这样说明 是绝对科学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有些虽然有病 他态度依然很乐观 别人说你有病了 他说有病不可以开心吗 你这个人奇怪了 人家有病都那么苦 他不是身体有病 心也有病 我那是身体有病 但是心没病 就这么点差别吗 我已经身体有病了 我不能再让心有病 那我不是更苦了 想想也对 所以各位 纵然有病 不能被绑架 这样 虽然病而不苦 然后呢 病啊 就很生气 本来病是让你苦的 你不苦 算了 不找你了 找别人去了 谁愿意苦 就找谁去了 外边客观的 难 财富的得失 算是一种 我财富说水了 别这么想 这么想会苦 那要怎么想啊 还好 还有水在 虽然说了 还有啊 那毕竟是少了 你老这么想 你老苦了 他已经减少了 你必须要让自己看到 希望 才不至于把自己的感受 期待都给陪进去 玄奘大使 西行路上 有一次 跟着一群商人 路过丛领一带 被打劫了 那不是有护法神的吗 也可能护法神故意的 被打劫了 随身物品 全部都没了 哇 这些商人啊 就痛哭 不已啊 说活不了了 活不了了 我们回不去了 大使看他们这样 就说 扬面大笑 这商人糊涂了 师父 你也什么都没了 你怎么不哭啊 师父就说 我干嘛要哭啊 我最重要的东西还在啊 哦 师父 你还尝着宝贝啊 在哪里啊 大使就说了 人之大宝 冤命 什么是人最贵重的东西 就是命 难道不是吗 人之大宝 是命啊 命还在 你们怎么都说 什么都没了 至于外在之物嘛 可以重新获得 别人需要 随他拿去就是了 命还在 又何必这么沮丧呢 这群商人一想 也对啊 哭也没用 再把命搭上 那真亏大了 然后大家又打起精神 继续往前行 有人说这是自我安慰吗 各位 成功的人都懂得自我安慰 不懂得自我安慰的人 活不了太久 一点小时会把自己气死 你还能活得久啊 懂得自我安慰的人 叫不为难自己 要善于平衡自己的心境 那在社会上 各行各业的精英 都必须要具备 这样的能力 一点小小遭遇 就把自己困住了 甚至就把自己半岛再起不来了 再全面的能力 都没用了 所以外在遭遇 我们不去管它 不是故意要去创造灾难 但有些遭遇是无法回避的 也没什么大不了 遭遇我们无法左右 但心态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能够这样去理解 这样去用心 这可度 大部分苦恶 一切保留点余地 大部分是可以的 那还有一小部分过不去怎么办呢 总能过得去 那小部分还在后面 先把眼前生活中 这些苦恶 一一地化解 那就是论事 不是说 遇到灾难 念观世音菩萨 可以逢凶化吉 那是真的吗 你相信吗 我相信 相信就是真的 我不相信 不相信就不要问了 因为根本不信 就没这一说了 如果相信了真的是真的吗 看来你还怀疑 说我不过是不放心嘛 半信半疑 好吧 半信也有用 就是哪怕半信 遇到极难恐怖 念观世音菩萨 也管用的 有人又问了 高速公路上 车子抛锚了 是要先念观世音菩萨呢 还是先打110报警呢 各位不带这么为难自己的 你有多种选择 你可以随意 你万般无奈之下 你只能这样 情况要看清楚 假如你自己能解决的问题 布劳菩萨出手 假如你是在荒山野岭 信号都没有 你自己看着办吧 所以这情况要分开来说明 假如人为能够化解的 你根本不会觉得为难 对吧 假如人力是不能解救的 你实在别无选择 好了 今天就记住 假如真的有一天 客观遭遇万般无奈 无计可施 哎呀 念念观世音菩萨 反正比文念有点指望 真的吗 你没有商量的余地 因为你没别的选择了 不过 菩萨不会跟众生开玩笑 因此我们在种种灾难的记载中看到 称念观世音菩萨 圣号 灾难中唯独 平安的案例 以前传记中有很多 很多人说那以前的谁看到了 就说这几年 就说我们眼前看到的 海啸中 小女孩称念观世音菩萨 本来被水淹了 莫名其妙有一头水牛 在他屁股底下出现 拖着他 慢慢游到那小山坡上 他爬上去之后 水牛往下一浅就没了 别人问他 他在那边等好久 找到他 你怎么在这里 他就说了 我念观世音菩萨 有一头牛把我送到这里 你也可以说是巧合 为什么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巧合呢 飞机失事 就是前段时间 大家可以去查这个新闻报道 台湾那架飞机失事 那么高的天空掉下来 有一个人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高摔下来 仅仅是一点轻伤而已 人说是奇迹 问他当时在干嘛 他说我没办法 就念观世音菩萨 醒来之后就在医院了 下晕死过去 他说真是巧合 只能这么说了 希望所有灾难中的人 都巧合一点 可是科学又告诉我们 世间没巧合的事情 这不是相矛盾吗 所有的遭遇 其实都是人为造成的 也包括所谓的灾难 在供业当中有别业 别业就是自己的行为不同 可以从灾难中脱离出来 这些案例 哪怕就是传说 听一听也好 以后生活中 万一有这样情景 可以有个依靠 这是就事论事 是外在客观的灾难 当前我们最需要度的 就是内在 老是觉得自己苦的感受 这个是一定要把他度走的 不用写牌位啊 自己要度走 怎么度走 心经不停的念 给他度走 有些朋友老是觉得我很委屈 我到哪里都被人瞧不起 别这么觉得 越这么觉得 越被人瞧不起 越觉得委屈 那就是别人瞧不起我 不能这么觉得 师父我不骗你 他就是瞧不起我 说过了 别这么觉得 那我要怎么觉得呢 你要这样觉得 我觉得大家对我都很好 每个人都对我另眼相看 我觉得大家是有意在磨练我 我觉得大家是在锻炼我的心性 我太感谢大家 宁愿自己得斜眼病 也要斜着眼看我 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待遇 你这不心态不挺好吗 慢慢你习惯了 你乐观了 别人就正眼看了 你还要感谢 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不要觉得我的遭遇最不好 越是这样觉得遭遇越不好 要马上转这个观念 我的遭遇不说最好 但也决定不是最差 目前世界排名 至少是十亿人之前 一点都不夸张 随便说的吗 不是各位 目前世界上 有十亿左右的人口 吃不饱饭啊 你不是每天吃饱饭吗 所以国际排行榜上 十亿名 垫底在后边啊 你想想自己 多安慰啊 只不过在眼前啊 我重新起步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 在任何遭遇中 先要化解 那一种消极负面 痛苦的感受 这就是般若妙用 谁学谁勇 谁学谁勇 这是开宗明义 先把般若 甚深的意趣 说明我们重点 在怎样运用方面 去解释 后面的经文 还不少 都是以此为原则 举例 详细说明 好 这一堂课 我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